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调整像绿着大灯的表情 我都觉得我脸上的光不错 我来吧 想要一个男人对你服服帖帖的 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他想要什么 于智那么看不失业 我就拿事业来碰碰他 做他的左膀右臂 让他离不开我 你是想让我去跟于智他们抢这些客户 你以为于智他就不会去动别人买你的东西 于智和吴小慈高慧绝不是一路人 为了营销那个会心系列 你看看 他跟那个高慧弄的这些绯闻 你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啊 我也非常期待 我呢也要谢谢于总 一直以来的大人之事 就是完美的议和 我先走了 高极啊 就算你像现在这样逃避 不能改变什么呢 你这么做有什么用呢 可是我想要战胜吴小慈母女 我以前 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两个之间 会有这么深的恩怨 没想到这些年 他们两个人 一直明正暗斗 早就视同水火 可是我想要战胜吴小慈母女 就势必已于智和表姨之间 那我一定会伤害到他们其中的一方 你平常不都很理解我问你到底怎么了 我为什么要永远处于一个理解你 包容你的位置 你和高会形影不离 我看着很难受很不舒服 你能跟他离得远远的 彻底不合作吗 可这次的事情不是因为我 是你拒绝公开关系 让我们都先冷静一下吧 如果你还珍惜这段感情 就让我走吧 你还真来了 很有勇气啊 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大家都是公平警察 公平警察 你们捧着些过时的东西 怎么会有公平警察 说传统工艺过时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懂得 他们的艺术价值 丢了一个设计师该有的初心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过来 还会有我们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 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明天欢迎大家再光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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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不到的 natural 鳍佑 谢谢 不要 继续 我在你们全八 HOIA 谁输入 我 很有懵 不是 的 你不觉得自贬身将吗 大家都是芮华的一员 你玩消失 我来救场 天经地义 今天你们定制组 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失职情况 统像嵌组 当然不能见死不咎了 作为一个以大去为众的人 我才不会像你一样 一直拱暴私仇 我为什么离开你心里有数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我们都是为芮华做事 资源更小 顾包互助 谢谢大家 同事 这不是你们定制组的背景吗 我也不知道啊 本来通知上场的时间的 一再个延迟 全乱套了 请你帮我一个忙 表姨 请你帮我一个忙 行了吗 高辉让我压轴出车 我猜他 一定会超时故意拖延 他根本不会给定制组 有足够的整齿时间 我希望肃经组能拖延十分钟 拖延 对 拖延 可能最后才出了点问题 不过其实不管是谁先上 只要我们的客户满意就好了 不管是高捷还是高会 他们的都是为我们乐华周荣誉啊 是不是 下面有请镶嵌组展示核心产品 而展示的模特正是我们镶嵌组 优秀的首席设计师 跟我玩硬的 我现在就是拆穿在虚伪的嘴里 你听我说 没有到最后 我们就还有机会 只要最后展出的作品 是彗星的主打 我们就可以翻牌了 彗星的首饰盒 你最终的选择 还是彗星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见你啊 我终于相信 人生里 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 只为了遇见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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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喝一杯 我还要喝一杯 慧慧 不管别人怎么对你 你都不能这么作践自己 我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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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慧慧 你进去冲一吧 在这边弄点心 慧慧 听话 听话 乖 好好好 你喝得太多了 太多了 慧慧 你早点休息 我就在外面 我就在外面 我还要瘋了 他把我看中的都想了 我就是要多喝你了 我真的会自在仗之后的呀 你别这么说 你还有我啊 他为什么这么阴魂不散 比赛的时候跟我争 在公司的时候跟我争 他什么都要跟我争 现在他在运职都要搅走 慧慧 你冷静一点 他们两个都要结婚了 你 你还能干嘛呢 我就是不想认输 凭什么呀 我不够优秀吗 我不知道被人爱的 我就是不想认输 你还能干嘛 你还可以 我都想认辆 你应该是不可 我都想认输 你也不想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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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一直在等我 谁在等着我呀 我怎么不知道 是你吗 是你一直在等我吗 是 是我 我爱你 我对你的感情 不是一朝一夕的 是日久深情的 也许 也许你觉得我对感情 太过于理智 什么都不说 可是等我越想越多之后 我发现 我发现没有任何理由 能让我放下你 你是在安慰我 我不是在问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愿意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呵护你 保护你 守护你 不让你受半年委屈 小心 小心 那你发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行 行啦 来 吃早饭 昨晚我喝多了 我知道你喝多了 贵贵 你放心 我昨天说过 我都不记得了 就算真有什么也是场误会 不用和喝醉的人较之 不是 你不记得了 可是 我说得很清楚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表姨 表姨 坐吧 绝不上 我说得很准备了 我吃了 油 我先去干净了 然后我去干净了 然后我先去干净的 我先去干净了 我先去干净了 你跟我说清楚 你跟余芝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起 表姨 我不该瞒着你 这么说 是真的了 你跟余芝早就开始了 分手 马上分手 结婚的事情 天都不要提 表姨 余芝对我是真心的 真心的 我告诉你 真心的话我听得多了 你能保证真心永远不变质吗 我相信她 而且 我也很爱她 想要跟她过一辈子 你知不知道 我跟余芝之间的关系 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等知道的时候已经 已经无法自拔了 我没有孩子 我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女儿找到好的归宿 当妈的能不高兴吗 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为什么偏偏要找余芝呢 我跟她的恩怨 这辈子我们俩也解决不了 你居然明明知道 你 我真是 我真是不知道有天 你会这么对我 对不起表姨 你不要跟我对不起 你跟你自己对不起 余光华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知道的 她怎么当父亲的 她能生出一个好儿子来吗 你现在在热烈 当然了 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但是你走进婚姻了 那将来痛苦的事情 你痛苦一辈子就跟我一样 你相信我 如果你外公陛下有之 他也不会答应你和余芝结婚的 你听我的一句句 现在反悔 现在反悔 还来得及 对不起表姨 余芝为我已经做得够多了 这份感情 值得我去坚持 即便有一天会有伤痛 我也不会后悔 因为她值得 我是你的亲表姨 难道我说的话会害你吗 等到了以后真的痛苦来的时候 我跟你说 你不要来找我 表姨 表姨 我会担心 你不能帮我 抱歉 我终不圣 他 我 责 我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喂 卉卉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知道吗 你急死妈妈了 你现在在哪啊 我没事 卉卉 我昨天找不到你 后来就给余逸打电话 结果余逸也不接电话 我要是再找不到你 妈妈就要报警了 妈 你别再跟我提余逸了好吗 也别没事就给她打电话 她跟我们家没关系 别老麻烦人家 卉卉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不是跟余逸的关系挺好的吗 是不是因为余逸欺负了你 所以你不想提起他们两个兄弟 好 也好 瑞华太欺负人了 卉卉 你放心 妈妈一定会替你出了这口气的 妈 你别再吵唬我的事了好不好 卉卉 卉卉 妈妈不是怕你被别人欺负吗 你放心 勾结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是 我绝对不会认输的 至于其他人 你别管了 我挂了 卉卉 卉卉 待会儿 来啦 来啦 怎么了 脸色这么不好 高贵昨天晚上难为你了 没有 还说没有 都挂脸上了 高慧那人就这样 好像全世界人都得宠了 于智 我说你这人有没有良心 有了高慧 我们才有牵制穆紫云的资本 他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很清楚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最不该评价的就是你 你这是在替高慧打抱不平 你知道高慧对你心有所属 昨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跟高杰求婚 你这是在打高慧的脸 同时你又得罪了吴晓慈 这对母女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努力 全都白费了 以后相见组的作品谁来设计 那你说没有感情 是根本不能在一起的 早点让他知道 让他死心也是对他好 至于设计这件事情 可你平心而乱 高杰和高慧谁更有钱 你的意思是 为了高杰 你宁愿舍弃磁链 也要捧一个不知名的设计师 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 我去培养一个新人 谁能保证在短时间内他能出作品 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 你还执迷不悟 我看你是被感情冲昏头了吧 被感情冲昏头的是你 高慧进公司以后 他所有的处理问题方式 屡屡证明他不合适 冲撞工厂 再加上虚假营销 这些理念都证明了 他跟瑞华是格格不入的 哥 我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感受 或许你应该跟他好好谈一谈 你们两个之间或许呢 好的 我来这儿 不是跟你来讨论我的私事 我是希望你以大举为重 还有 从今以后 既然你选择了高杰 就不要再跟高慧扯不清楚 还有 关于跟慈恋的合作 绝对不可能因为今天而终止 我一直对高慧的态度很明显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彻底的话 那我最后再找到他一次 你我都是公司分明的人 我不希望因为他 我们两个产生客户 我这次约你来呢 我这次约你来呢 你说一声 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你从来都没有说过喜欢我 也是我一向情愿 您的水 请慢用 可我还是要说声对不起 因为毕竟这件事情 可能会对你造成伤害 但它并不是我的本意 感情这件事情没法控制 我希望我们还是合作伙伴 我希望我们还是合作伙伴 你所谓的抱歉 就像一个上司前顾员工一样公事公办 随着说抱歉 其实心里早就想让那个人滚蛋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还有机会吗 给我一个和高杰正面竞争的机会 我只是想毫无保留地 忠于本性地认认真真地去爱一个人 你跟高杰认识多久啊 你了解他吗 也许过段时间你冷静下来 你会发现你和高杰根本就不合适 我和他的感情开始在东南亚雨林 本来我去那里 是为了一颗鸡品的鸡酒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 我就是为了遇见他 我们的感情是经历过生死的 作与不存在世间的考验 听起来简直像个爱情童话 当初是你们兄弟二人跑到我这儿来 信誓旦旦地和我说要共创灰心的未来 还拿着你可可些话 现在看来 从头到尾都是在耍我吗 我一直很希望瑞华跟慈恋能够紧密合作 因为这样才是双赢 但是你的母亲有她自己的想法 她一直把 慈恋跟瑞华撇得干干净净 就这件事情而言 孰对孰错 很难界定 但是我对慧欣的承诺从来没有灭过 我会用尽我的权利去打造慧欣 有我才有慧欣 现在你是打算为了高杰 放弃灰心吗 你和高杰的设计风格完全不同 不存在于谁代替谁 你们都是很好的设计师 也会为中国珠宝行业的发展 带来很大的贡献 高辉 我希望你放下个人情绪 以后我们还是合作伙伴 我们可以共创一番事业 好宏伟的愿景啊 一顶合作伙伴的帽子扣上来 我算是彻底出局了吗 高杰真是有两下子啊 一个晚上在设计上和我平起平坐 让我的心上人变成了我姐夫 姐夫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妈 我答应于职的求婚了 我喜欢小鱼 我就知道 妈你一定会支持我 可是 表姨不太喜欢于职 甚至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讨厌的 我也不希望表姨生我气 小鱼爱生气 你真的要跟于职在一起 听爸爸一句话 不要用自己的婚姻大事来报复你妹妹 你会后悔的 这是吴小慈和高辉跟你说的吗 还是 你自己心里认定 我和于职在一起 就是故意捣乱要抢走高辉的男朋友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放心 我喜欢于职 跟高辉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还没有重要到 我要牺牲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去报复 爸爸是替你着急 好了 既然已经说清楚了 那你可以走 小鱼 不管你多喜欢于职 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你凭什么反对 就因为高辉喜欢于职吗 你误会了 我不知道你跟于职在一起多久了 但自从我回国 他就一直在跟惠惠交往 也就是说 他是个脚踏两只船的花花公子 这种男人你怎么能嫁呢 够了 不是每个男人都像你这样 这不说你是他同富有的妹妹 尽管我持育有这样的姐姐 可这就是事实 当年我爸离开了他妈 他一直都怀恨在心 所以从敬瑞华开始就不断地针对我 他接近你也是因为你是我喜欢的人 玉芝 你不要再被高杰骗了 高杰不是你说的男人 他为什么瞒着你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他和我们家的关系呢 因为他有难言之隐 他当然有难言之隐 他为了折磨我才和你在一起 这样的难言之隐 他开得了口吗 你眼中的高杰 不是他演出的样子而已 玉芝 门星自问 你真的了解高杰吗 iente 阿姨 小渔 你看 真好看 呢 来 你看 我知道你带来什么 棉花糖 棉花糖是甜食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那我给你编个魔术好不好 好 看啊 看 这些是不是都是棉花糖 对吧 这是三个棉花糖 那如果这三个棉花糖 凑到一块的话 就会这样 是不是消失了 嗯 给我 来了 棉花糖 又吃 消消消消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我见过高辉了 她跟我说了你们的事情 还有你们的关系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我和高辉 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我和高辉了 没有 你和高辉了 我和高辉的关系 我和高辉了 你和高辉了 我是合作伙伴 我怎么可以开口跟你说这些 告诉你 你就会跟高慧和慈烈断绝来往吗 后来时间久了 我更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一切了 我怕 我怕你会误会 你现在告诉我就不会误会了吗 你说你进公司 是为了跟他交情 那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为了交情 于直 我不管高慧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是不会拿自己的婚姻当儿戏的 我答应你的求婚 是因为我想跟你一辈子在一起 你说的是真的 你相信也好 不信也罢 该说的 我都已经说了 我相信你 因为你不会那么傻 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打进去 你真的不介意 我对你的隐瞒 我介意 我也很生气 不过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 每个人 都有一些自己不想说的秘密 就像我跟布子云的关系 我也不会情欲告诉别的人 你隐瞒我 你隐瞒我 我不怪你 都说我太租金了 跟伤害自己母亲的人一起共事 心里一定很痛苦吧 都怪我没有早点发现 我现在是你的未婚夫 我们有什么事情啊 都要一起承担 一起共力奉允 你 我答应过你了 我会放下一切 全心全意地跟你在一起 那我们约定好 从今往后 我们之间不能再有秘密 好吗 我赢了 我赢了 你们都不理人 我要去找小云了 小云是谁啊 小云在那边 那一会儿你们去好不好 那我给你看下一罐 我没一个 对 对 对 - 果然是设计师,顿鱼还要配上精致的萝卜雕花,今晚,我有口福了。 - 果然是设计师,顿鱼还要配上精致的萝卜雕花,今晚,我有口福了。 -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都能不在意。 - 到底跟于是关了什么迷魂的? - 卉卉,红枣银耳汤,来。 - 我不识。 - 你不用来关心我。 - 可若是心疼你的大女儿吗? - 你去找她吧。 - 知道你心情不好,要不周末,跟爸爸到较外写生。 - 散散心。 - 你永远都是老一趟。 - 发生天大的事情,出去玩一趟就解决了。 - 你最喜欢逃避问题。 - 现在我也要选你,我也要逃脱。 - 你说得对。 - 很多事情不应该去逃避。 - 但有些事情,根本就不值得强求。 - 高杰抢了我喜欢的人。 - 现在你需要帮她劝我放手。 - 我问过小杰了。 - 她是真心喜欢于是,不是为了跟你抢。 - 非要比真心的话,我对于是的心不真吗? - 那我们公平进整营场好了。 - 谁输了谁出局。 - 我是觉得,你们两个都被那个小子给骗了。 - 同时跟你们两个人讲我。 - 这不是感情骗子是什么。 - 你和小杰都不应该跟她在一起。 - 我不许你这么说她。 - 都是你那个宝贝女儿的错。 - 都是她在欺骗于职的感情。 - 我绝对不让她这么得意下去的。 - 最后的苦力。 - 都是我冇的 Natomiast。 - 这个都要。 - 这很漂亮的。 - 我不知道,这十二点。 - 这个是所有的。 - 这个是有我们的。 - 这能不能够出镇厕的吗? - 这能够出镇厕所。 - 这能够出镇厕所。 - 这能够出镇厕所。 - 这个是你的。 没事 没事 好多远 喂 哪位 喂 余总 我是欣欣啊 我今晚订了最好吃的香菜 我知道你愿不愿意赏光呢 吓死了 默契 你 你不记得 可是我 我说得很清楚 大家都是成年人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吧 我专门订做的 低糖牛炸红丝绒蛋糕 我专门订做的 低糖牛炸红丝绒蛋糕 甜度不高 各位师傅可以 放心大胆地吃 这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这是 我要感谢大家 瑞华年度盛典 我们定制组有那么好的成绩 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有了这开心事 当然要好好庆祝一下啦 其实 最大的喜事 是鱼植那小子 跟你求婚了 对不对呀 你们什么时候 这个这个这个的 这个我们几个老家伙都不知道 蒙在鼓里 这不对的 等到白酒的那一天 我们把鱼植 灌醉 你这个小酒量不行 你来你来你来 我这不是买了蛋糕顺带赔罪吗 你们就放过他一马吧 没结婚呢 就就就就向着鱼植吧 鱼植这小子太有福分了 我们先来尝尝 我姓正 好好好 我我我我我派人过去 好的好的好 回家挂了 高姐 看样子 你得跑一趟了 公司呢 要搞一个这个年度盛典的这个 总结会 你是咱们定制组的主心谷 你得跑一趟 小高 这个虽然我们这次成绩不错 你去打听打听另外两个组 他们做的怎么样 把我们先摸摸底 结果不重要 主要是小高带着咱们 打了一个胜仗 是吧 但是结果如果 如果最后咱们被裁撤了 那也也没什么遗憾呢 放心吧 我们都已经尽了全力 董事长也看到我们的潜力了 定制组一定可以留下来的 但愿如此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心系列开创了我们镶嵌产品线的崭新局面 你们这一步跨得非常漂亮 而且销售额也是非常可观的 销售额 会展上就那些订的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 于职搞定了国外代理商大单 确定了好几家百货商场的入处 并且谈定了比较丰厚的利润分成 所以等于变相地增加了销售额 于职的销售开拓思维非常新颖 把我们瑞华的产品卖到海外去 一直是我这些年的一个心愿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好好地思考和开拓一下 接下来呢 我要谈一下素金组 素金组一直是以稳扎稳打 今年的销售额呢 也比去年稳步上升 可是今年镶嵌组非常亮眼 所以你们就比预期的要差了一点 牟总啊 你要多跟年轻人交流 不能落后时代的步伐哦 当然 订单呢都接到了 大家安排下生产 看一下交货期 不要延误 我们瑞华一直是以信誉取胜的 所以不要自己砸自己的牌子 好了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 大家散会吧 高姐 你留一下 这么着急啊 都要见家长了 年轻人做事还是一双动啊 高姐 你真的想清楚吗 怎么吧 牟总 对我的婚事不满意吗 你们的作品我看了 很好 我很重视 不过在定制组的发展上 我可能要跟你说一声抱歉 你不是答应保留定制组吗 定制组一直没有业绩 它没有生产和销售的配套 它必须要挂靠在另一个部门 比如说镶嵌组 或者是肃精组 选肃精组帮助表演 还是选相亲组帮助的固执 我选谁都会伤害到另一个 我今天叫你们过来 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定制组挂靠的事情 对于定制组 我想 我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 如果定制组挂靠到我们相亲组 我们会用全部的资源去支持它 我跟 定制组的师傅们商量过了 大家一致决定 选择 2 7 3 3 2 4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